就你的觀察今天拉尾盤的一定就是法人了嘛 那麼我們也知道小蝦米很難打贏大金魚 那麼散戶投資人買股 應該就還是要跟著外資法人來選 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麼最近三大法人看中的有哪些個股組取嗎 請你幫投資人來整理一下 對 其實外資還是比較喜歡電子跟金融 因為權重比較大 流通股數比較多 好買也好調節 一般外資進來台灣大概都是資金 少得十幾億 多得數十億 所以大概不會是選擇一些太小型的股票 像最近外資他買的比較低基 除了剛剛提到的這個宏達店之外 包括像人保 甚至包括像是友達跟群創 都是最近外資其實有比較積極布局的標的 我想這一方面大家可以留意看看 其實NB族群當然寒冬不敢說過去了 但是該發放的這個利空的消息 大概都發放的差不多 甚至連日本市場都撐不住 但是在NB股最近來講比較明顯看到 除了廣達之外 但是今天廣達有點修正 基期比較低的就是像人保跟偽創 那最近外資是比較有偏愛人保一點點的 甚至像是面板族群 像是友達跟群創 因為我想即將四月份開始之後 就要進入到什麼五一長假的旺季 這4K2K或者一些大尺寸的電視 都是一個五一長假過去大家會比較注重的一些 會不會買氣增溫的這些商品 那最近來講就有一些這個情況發生在 相關的零組件身上 那不只是這個外資買 連投信他也買到一些消費性電子 或者行動裝置 甚至跟4K2K機構建相關的個股 包括像是3189的景碩 6257的矽格 這都是半導體相關 一個是做這個載板 景碩是載板 那氣格是比較屬於封測這一塊 那4947的家當就屬於比較電視外面的機構建 平板電腦的機構建 手機的機構建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切都是可能為了五一長假 再做一些前兆散的準備 是表示這個時間點 其實電子股尚未到完全的淡季 反倒是藉由五一長假的這個題材性 還有西州上面 這個把人的關注的這個眼神 在這些低基期 或者是轉強的這些個股身上 我想都知道這邊有多加的友誼 外資投信都愛電子 我們剛剛提到的NB啦 面板還有半導體 都可以多多的來留意 謝謝漢威幫我們做的分析喔